就在美国全力对伊朗施压之际,5月16日,美国突然掉转矛头,对另一个中东大国出手了。 白宫当天宣布,因土耳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身份,所以取消对其现有的所有贸易优惠待遇。 也就是说,以后土耳其向美国出口不费商品时,将不再享有免税待遇。 有数字显示,2017年,土耳其享受来自美国的优惠数额约为16.6亿美元,占土耳其全年对美出口总额的18%,这些被免去优惠权的商品,包括珠宝、贵重金属、以及农作物等。 随后,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再次贬值,约为6.06比1。 土耳其于1975年以发展中国家加入GATT世贸组织前身的普及特惠税制度,GFP,及对世界上发达国家的部分商品出口关税,拥有豁免权。 其实,早在今年3月初,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,就向总统办公室提出,取消土耳其和异度的优惠国待遇。 美方认为,这两个国家,无论是GDP,还是贫困率,都已经无限接近发达国家标准。 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水平,已经得到充分发展。 目前,国际社会并没有一个统一标准,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处于发展中状态。 不过土耳其长久以来,就被认为处于发展中和发达临界地带。 其实,美国此举相当于是变相制裁土耳其经济。 因为早前土耳其表示,要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时, 美国就曾多次警告土方不要购买,否则将会受到美国的严厉制裁。 不过后来土耳其仍然选择了俄罗斯的S400。 最后的结果也很明显。 此次制裁如期来临。 美国议员表示,如果土耳其不打消购买S400的念头, 那么这次取消优惠国待遇,就只是开始。 接下来会有更多应对措施。 此前,美国甚至一度扬言,要将土耳其踢出北约。 不过很显然这个并不可能。 首先美国虽然是北约领袖, 但是踢出成员国美国一己之力还是很难的。 再就是土耳其所处地理位置, 对北约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。 自然不可能轻易放弃。 这也是今年美国在中东地区, 第二次对一个大国进行制裁。 早前制裁伊朗经济、军队和能源等行业。 目前,美军已经开赴海湾, 以随时应对伊朗反扑。 另外, 这也是美国第二次向伊伊大国贸易行业发起制裁。 第一个国家是谁大家都知道的。 在此就不做过多阐述。 住 文章 关注我们 每天阅读更多精彩内容。 3月 军 % 0月 5日 10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